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是理 那么这里经常偏向比较感性 感受性 所以以一个人来讲 我们不可能单单有一方面 包括我们在运作风水的时候 我们也不单单只有一方面 比如说我可以加强 我可以设立一个彩位晚一点 不倒不晓得你们有兴趣学吗 彩位 你们再让我知道吧 你们有兴趣学吗 还是彩位 做彩位 摆彩位 非常有兴趣 必须的 非常有 OK好 我的人有点奇怪了 我就是那个 有时候我故意就是不想教 因为我不要你们去依赖什么彩位 我想你们自己创造那个彩位 教你们教你们 OK 两晚一点再来说吧 那重点是我们摆了彩位之后 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 OK 那摆了彩位 重点是接下来你需要做些什么 这两个层次 我们在处理风水也好 处理八字也好 我们都有分成两方面 一个是外 一个是外 阳在外看得到 在外 另外一个是内 有没有朋友在那个 message里头 有时候有问说 老师你讲说 那个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是阴 那么像又看得到的 又是阴 对不对 你们有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吗 我可不可以 让你们去思考 好不好 因为我没错 我没错 OK 那么你一像是阴 对不对 我之前讲过像是阴 素是阳 那像是看得到的 对不对 形态看得到的 所以这时候它是阴 但是为什么我在 另外一些八卦 太极那里呢 讲说看不到的是阴 对不对 后来你会 嗯 去分 去思考 要每样东西呢 有好像一个母牛 就一直挤奶给你们这样 那么你们怎么成长 对不对 这跟你 你跟chack gpt 谈话 没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我一直跟你讲 他什么都给你 上课也不用上了 学习不用学了 读书也不用读了 什么都不用研究了 只要check gpt 告诉我后来 什么都告诉你 比如说我不想当那个check gpt 因为已经有一个了 那重点是大家必须呢 要去那个多多的去研究 去思考 你才会成长 所以有些东西呢 做老师的不是不想讲 讲的也无妨 讲的不是无妨 讲也没什么 就是告诉你 OK 只不过告诉你之后呢 反正会害了你 让你没有去思考 之后呢 你会 你会没办法去精进 去成长 那么单单简单的一个 阴跟阳 所以讲到风水方面呢 我们分成两边 一边是外 一边是内 外是怎么样 我们去设立财位 对不对 刻出 让那个能量呢 来协助我们 晚一点我们再来说 那重点是这个 内呢 是什么呢 你自己必须要心里有底啊 那有底的话是什么 风水是给心里有底的人用的 心里没底的人没办法用的 什么意思呢 一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人 对不对 他说你帮我做个财位 那么呢 让我有财 我跟你讲 我刚才讲我没本事 我曾经那个这个就 就真的碰到这样的人的 我刚才讲我真的没本事 你每天躺在那边 那那我要 我要怎么帮你设立财位 我说哎呀 我就那个 看那电脑啦 让他跑啦 那么那个 我就有做股市投资啦 那那些等等的 我说股市投资 还要看 还要看世界经济环境了 那这时候你还要跟进了 你连看都不看 那么你 你要我帮你做个财位之后 你的股票就会上来 那我不是操控世界吗 对不对 那根本都不合理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是一个合理性 大家内外都必须要做 这晚一点的 我会来交代大家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